另外光复乡公所争取获得了花东基金600万元的补助 重新改造市区中心的洪华公园 提供社区富佑老少一个安全的休闲空间 但是占地面积不大 且还有部分的私有土地 乡公所投入600万元整治 也引发了乡代表们的质疑 在光复乡代会的临时会上 特别要求乡公所进行说明 为在光复市中心的洪华公园 占地面积不大 况且还有部分的私有土地 乡公所却要投注600多万元 重新改造补墙 引发乡代表们的关切 大家这样讲清楚 不要把600万换不下去 到时候有赛的钱又被收 那就浪费才有 好不容易有轻位 我们乡公所还要补助于书 不是吗 可以合同 不要把这个钱 那时候做不完的剩下的钱 留在我们光复还无所谓 不是啊 被弄回去 我说土地面那么宽 为什么会那么多的机会来做这个 光复乡公所争取获得 华东基金600多万元 除了建构公园环绕步道 也计划设置溜滑梯 悄悄板等儿童游乐设施 以及适合老人长辈使用的体健器材 让洪华公园不只是社区民众散步休息的地方 更是一个安全的休闲场所 到一圈 对不对 然后还有路灯 还有灯 要修缮 然后还有一个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两体 也要修缮 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 亲子活动的 一些 恰恰板 然后一些 丢滑梯 一些就是老人家 还有小孩子 在那边做的那个 早上 做的运动 因为干完毕是一个老人帮忙 对对对 所以我们把它改善 然后我们也集顾模式设计 乡长林清水对此也补充 说明指出 设计规划内容与项目 是经由在地相关社区协会干部人员 共同会看讨论的结果 也强烈要求规划公司 日后各项建设规划设计 都必须事先与在地相关人员 进行沟通说明 让整个规划建设 都能契合地方所需 才能真正达到改善解决 记得时遇蓝光复采访报道